郭議員長,就實在說,宇昌安不是弊案也沒有違法 那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這樣打? 而且打成故意讓你無法討論 我認為好好的一條一條理性是可以答應的 那就為什麼,這裡面很清楚 你說蔡英文能不能當董事長 何大一講得很清楚了嘛 那就是要借助他 他的個人的條件嘛 你先看看 我們政府請任何一個官員去做這個黨術地方 人家看到,沒看到整間造成的奇怪 這個國際性的要發展生技砍 你變成政府,政府也要灌到的事情 我們沒完沒了 任何的行政程序 任何為了防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行李 我們政府長大了,我知道 所以你知道,你知道 你這些人是全世界國際官的人 你竟然問為什麼40%不是政府去做黨術地方 那政府也是要派代表啊 派政府也知道 何大一或何美越都比較適合當董事長 我跟你說,何美越那時候又是官員 那何大一 現在問題來,何大一他當時當然有他的考驗 這個其實他沒有在董事 何大一自己讓出來了啦 何大一說的,你還在問何大一 你還在問何大一 有夠沒理會,這就是三年 我還要說明 其實現在的官家都回答 最關鍵是什麼 當時... 我告訴你啦 如果蔡英文沒有選總統的話就沒問題啦 現在就是他選總統,蔡英文什麼都不行 其實他們是真的給你挑骨頭 因為民進黨那時候就算要派什麼三席或幾席 也一樣是可以讓蔡英文當董事長嘛 所以沒必要用這個成績去募集 這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嗎 而且我要講一個數字 馬英九執政之後 我們這個整個 這個董事九席裡面 國民黨的政府只派兩席耶 同樣的邏輯來問你的話 你就說不通,我們在說辯論也好 這個邏輯之槍矛盾嘛 今天還是要回歸原點嘛 如果蔡英文當董事長 可以幫助他公司募款 或者讓他在FTA的審查加快 或者延展研發人才 更多人才回來的話 那他具有當任董事長的能力嘛 現在看起來 蔡英文都不具有這些專長嘛 你現在就在說 那請蔡英文出來說明嘛 還是柯賢家請蔡英文來擔任董事長 沒有,我真的基本上 羅偉,你真的誤會我意思 我剛剛講 我們還是希望蔡英文本能出來說明 你聽我把話講好不好 你聽說我的發言學報告 我們不用在這裡幫他說明 幫他說明 第一點,我要講的是第一點 馬英九已經講過 然後包括了又講過 這從頭到尾他沒有說過這是必案 第二點,蔡英文也講過 如果說這個真的我有做錯 我有必案的話,請你公布嘛 今天如果蔡英文真的有做錯什麼話 老實說啦 蔡英文早就一槍斃命了 不是嗎 好,第三點 我覺得我覺得 今天台灣很悲哀是什麼 一個偽造文書的主委 可以繼續來行使 繼續偽造文書 還在那邊陣陣有辭 民進黨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試破軌跡 說你不要選擇性的公布資訊 扭曲資訊 可是劉役如所做的一切 完全都是做的像是政黨的打爽 我最後只問劉役如一句 我們發一種還跟你講一句話 明年台灣會面臨五低一高 高失業率低消費 然後這個低的出口 包括信心低股市低 你有沒有在做你該做的事情 你看到台南為什麼會贏得人家的尊敬 那麼今天劉役如為什麼引發這麼多的爭議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點滴在心頭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 是說劉役如繼續這樣打下去 對國民黨的選情會有幫助嗎 劉役如他的問法是怎麼問法 他如果真的要針對宇昌 他如果有任何的問題要釐清 你不得好好請蔡前董事長 替你坐坐會 你有什麼問題一天 說我知道蔡董事長 你現在選舉不可以 你撥一個時間 我有一些問題要跟你請議 你問人家問題的方法是 在網路上公布 在媒體上公布 這樣隔空関話 你有尊重人嗎 這樣人要尊重你 秦昌 而且像我們記者 其實很想問劉役如 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樣講 就是政黨會輪替 但政府是延續的 包括經縣會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這些事務的公務員 他們其實一定都是從2000年 2004到2008到現在 那很多問題 包括那個公布的公文被抓包 或者是說 他趁這個總統政見辯論會的晚上8點鐘 上網去公布公文 然後那個版本的公文 就剛剛徐律師有提到的 公布出來的是少了一個9月5號的公文 然後被民進黨開記者會立刻發新聞稿 而且在蔡英文的證件發表會 會後記者會提出質疑說 你們資訊有錯誤之後 隔天才會公布出來 那會讓我們其實想要記者也想要追問劉役如 是說你有這麼多的問題 你怎麼不去問問原本呆在經建會裡面的這些公務人員 或是相關的這些行政人員 像這些公務員他是不會隨著政黨輪替離開的 那這些公文包括 他絕對不會說是當初何美月自己 在訂這些公文 所以他不去歸黨不去建黨 那他要離心他 他其實可以問他自己附會裡面的人 其實我比較好我比較好奇的其實是想說 其實他現在要這些裡面的公務員 或經建會這些就是這些基層的 基層公務員 股長 科長 難道是要否定自己以前 在2008年之前所做的這些事情嗎 身為一個經建會的主委應該是這樣嗎 所以我其實蠻好奇是說 為什麼他在年終會後記者會 他要取消 而且他在他們就是年終的參序上面 他會把這個部內會議的時候 會那邊痛哭流涕然後講說 其實我知道你們也是為了你們微薄的薪水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暗喻是說 你現在要出來否定你自己之前做過 你可能一個張一個張你蓋過的東西 我覺得對這些公務員來講也是一種 就是他們的行政上面是不是有些質疑是不是做錯事了 來 大師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這個很奇怪了 這個民進黨蔡英文應該講得很清楚 他不夠清楚的地方陳良博也講得很清楚 陳良博講得還不夠何大一也講得很清楚 那這個何大一講不清楚的地方 那還有何美越也講得很清楚 這幾個人加起來的東西沒有矛盾 沒有矛盾然後你說不清楚 但是呢這個國民黨尤其是劉易如提出來天天矛盾 所以不清楚是國民黨嘛怎麼會是民進黨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矛盾 大家講得都一樣有人講多有人講少 這個有差距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看天天提不一樣的東西 你國民黨是在製造混亂嘛 清楚的東西你國民黨在製造混亂 這個不應該啦 所以你覺得選情影響的部分 與昌岸再打下去 而且是採取劉大主委這種打法 我是這樣 你是在偷笑這樣對你們的選情有幫助 我從一個分析選舉 這個很悲哀啦 我覺得這個很悲哀啦 這個的確對民進黨有幫助啦 但是國民黨用這麼不爭氣的辦法來使民進黨來幫忙民進黨 我看他不是要幫忙民進黨 是誤打正著來幫到民進黨 但是我們寧願面對一個乾淨的漂亮的國民黨 我們跟他打好好的一場仗 不要讓整個選舉的這個焦點就鎖定在這個地方 打的沒完沒了 固然他敗國家沒有進步 我也是一個政治學者啦 我也研究學習 我覺得說會打這種打法 不是要說服而是要混亂 不是要convince you 是confuse you 那就是你說無法 這不只是泥巴 這根本潑糞 那這變成一個不斷來鞏固深藍的 不然你從民調上也看到嘛 你打這個不利嘛 可是為什麼他無法分盤 那今天我是覺得說整個 大家在關心就是說 反正馬英九的民調要再起來很困難 所以用這樣的方法把那個蔡英文牽制住 如果純粹從選戰 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 不然我們認為說這種倉促 然後矛盾這麼多 然後一日三位 劉毅如好像變成馬英九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相當悲哀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講一句 我其實這個蔡英文並沒有被綁住了 但是他這個效用 不是綁住蔡英文 而是綁住媒體 你看 在這個公民提問的政策 大贏啊 變成大贏啊 他 如果這個講政策 變成繼續 讓蔡英文大贏 他當然受不了嘛 所以搞這些 把媒體的焦點都鎖在這邊 讓蔡英文大贏的東西消失不見 他要策略是怎樣的 其實喔 其實對老闆說的 我當時要問他很多 真的要問他 他在做 我們行政院南部的執行長 南部辦公室的執行長 我問他爸爸的基金會 有沒有標 行政院的南部工 南部的業務 有沒有標 沒有喔 你有標好像 絕對沒有 聽說有標一千萬 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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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然後再說一個 我還要跟大家說 他老闆買大療工具 人家在質疑 你爸爸買的工業區 賣給你的河村 買分校校地 有沒有買那裡 當時也報校一部核准 你報校一部核准 有沒有刮田以下 我們現在在監禮方案 有沒有刮田以下 我就是要問他說 你憑什麼來這樣子來質疑 你太太做河村的副校長 有沒有刮田以下 你還好意思問這種問題 馬上回來